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掌握人事大权开口所会 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学生事务市主任林怡红 吃香难看 办理高中职主任教官林选 签调 晋升 向十名有晋升资格候选人开口所会 而且虚索无度 一人一约送五万元 还要再索十万元被拒 一人送二十万元 还要再十万元被拒 一人紧送茶叶 表明没现金 其余七人明确获释之不利 台中地愿依贪污罪判刑六年 吃夺公权五年 不乏所得追教 涉嫌行贿的三人另案侦办中判决书指出 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学生事务市主任林怡红 2017年办理教育部军训教官晋升校级各阶职务推荐 林选 主导权力落在学生事务市主任林怡红身上 林抓住机会所会 2017年4月中旬约见秋姓中校都学 表明秋某资格符合 手指比初二选举到了需要一些经费 秋还不太懂二的意思 再次明确询问 林说就是二十万元 但秋婉拒 同年月底 单独约见无姓少校教官 问他有无意愿生忠孝 需要做一点功德 现金就放水果礼盒底层 而他个人茶叶礼盒即可 无放了五万元现金在水果礼盒 还买了一千五百元茶叶礼盒交给林 但林还不满足 开口要他再捐两桌十万元 无拒绝 又对少校伟性教官要不要晋升忠孝 要求他乐捐 但伟说他只能捐二至三万元 林则回答一桌要五万元 最后伟只送了茶叶礼盒 给林表示谢意 同年月底又约见黄姓少校教官 直接要求茶叶礼盒 即赞助经费二十万元 黄一约提供二十万 即茶叶礼盒 林竟然又开口要他追加二桌十万元 黄觉得不合理而拒绝 其他又约见傅姓上校教官 对傅某说能不能把握这次机会 上面有提到 需要一些学务经费 还听不懂 OK 主任喜欢喝高山茶 至于选举经费 自己慢慢想一想 但事后傅传LINE表示拒绝 事后傅某被他列为放弃推荐名单 其他还有数名教官 林贤开口所会后军表示拒绝 林对他们说你积分还差一点 要生少校需我推荐 要送主任也OK 我比较喜欢喝高山茶 另外有笔经费 希望你能赞助 胸口笔二字是二十万元 生少校价码值得划 就放在水果里和 二十万元放在下面等等 此案为台中市政府正风市主动移送 林也自白犯行 法官依贪污治罪条例合并判处六年 赤夺公权五年 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